好 開始囉 看你的樂哥一起做 這樣 可以 喔他不用剪刀 不用剪刀都弄好了 欸哈囉大家好我是CHOICE 你看你今天好忙喔 我們今天要做兩種不同的遊戲喔 因為我發現男生跟女生喜歡的東西 還有依照年紀不一樣啊 玩起來結果完全不同欸 所以以前可能他覺得無聊 現在覺得有趣 以前他覺得有趣 現在覺得無聊了喔 所以我覺得對於男生女生 年紀大小 成熟度跟他的理解能力不同呢 可以造成不一樣的結果 我覺得呢 那今天呢子君要看子強 玩不同的遊戲喔 反正子強在做機器人喔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機器人呢 需要七歲以上的年齡喔 才比較能夠懂得這個摺紙的一些技巧 所以一共呢 有九張的紙片呢 要摺出不同的機器人 這也是JECO提供的 你看呢 這有不同的parts啊 你看 然後呢 利用一點點澆水就好了 因為所有東西都已經採好了 所以小朋友不需要動剪刀 所以不會發生危險 那只有組成呢 可以看到一二三四五 五種玩具喔 這五種的這個機器人呢 看起來蠻有趣的耶 有一點那個叫什麼呼啊 那個 決定 原力決心 有嗎 有這種感 星際大戰 星際大戰的風 可能很有趣耶 所以這個呢 也是適合一個小朋友 精細動作做得比較好的孩子 來試組合組織喔 像你記得我們上次在做那個 蒸汽火車組啊 哇 我們家四個人就做了很久 就做了四十五分鐘 那這個呢 我覺得只喬一個人應該可以搞定 對不對 對嗎 沒有問題 這個有沒有什麼 你紫蕎今天玩這個玩具啊 讓我想起我小時候就在玩的東西 但在那時候啊 我們會用自己手啊 然後畫了很多圖案 畫了之後呢 然後去拼成很多很多 各式各樣 甚至航空母艦 然後大家就開始拿著紫飛機啊 航空母艦開始大展 那這個呢 做得更精緻一點 然後今天紫蕎做的是什麼 我想起來啊 我以前常常玩紫王花 也是這個意思 對 這是自己裁剪 然後就紫娃娃上面做一做 然後 然後還可以換衣服什麼的 哦 所以也很有趣哦 欸 你做好啦 那紫君今天呢 他做的是這個 JECO 也是JECO代理進來的 JECO法國進來的 這個呢 是 敲敲打打的 四歲以上小孩子會玩耶 他就會利用什麼原理呢 利用這個 轉木塞板子 欸我剛還沒有看到你 就把它拆掉哦 可惜 你把它補起來給我看 就這樣啦 嘿嘿嘿 不要 等一下啦 好吧 他有一共五張的牌卡 每一張牌卡呢 是不同的圖案 所以呢 兩面都有 兩面都有 一共有十種組合 但是告訴四歲以上的小朋友呢 你可以從這麼多的圖案裡面 去找到適合的版型 這個是木頭做的哦 所以 也沒有味道 這個也是 無毒 而且通過歐盟認證的玩具 像這種 法國 尤其是巴黎這邊來的玩具 其實也是這樣 所以呢 把它放在上面 拼好拼圖以後呢 用這個 再看這個 大家注意一下 還是有一點點JRE 所以如果是三歲以下小 千萬不要讓他單獨玩到這個 或是丟在地上 萬一踩到了 也有一點危險 不過呢 他這個釘子啊 他設計得很好 他不會說 放到地上的時候 會往上跳 他不會站起來 對他不會站起來 其實他是經過特別設計的 哇 他不是有那種十字架的那一種 十字螺絲的那一種 對 所以他放在地上 他一定是平的 所以真的踩到 不小心真的要踩到 他不會怎麼樣 他不會踩到尖尖地方 他只會踩到這個地方 你知道嗎 所以還是不要丟在地上 對不對 雖然今天小朋友 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玩 而且不要在地上玩 因為在地上萬一彈出去 像他剛剛拔的時候 會彈出去 那也不好收哦 萬一丟在地上 然後滾到櫃子底下 又麻煩 所以 建議大家固定 讓小朋友一個遊戲的 這個 這個 遊戲的地方 會比較安全一點對不對 像今天用場地 就是宅爸提供的這個 宅媽科學玩具趣味館 是 是 算到口袋 終於記住了 好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個場地 可以一邊 後面是熱高牆 然後我們在這邊 開周遊的遊戲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4歲以上 小朋友比較OK了 但是還是要家長陪同哦 記得我們是親子桌遊 對不對 好 那就把它拼起來 然後呢 這個 很吵的 很吵很吵的 小木槌出現了 但是如果 喔 小小的 我覺得小男生 單純就是享受那個噪音 遇到噪音的過程 不然其實他這個仑木聲 輕輕壓一下就下去了 然後挖起來了 很快就起來了 但是 對 小時候這個敲打 我覺得敲打打 也是對男生來講 是一種刺激 是嗎 當然是 那個宅爸是機械系 畢業的 所以他 這個男生玩起來 應該更能力氣 所以今天我們一口氣 介紹了兩種 藉口的桌遊 那我覺得親子一起玩 然後呢 小朋友一起 去享受這個創作的過程 尤其是機械系的宅爸 應該可以給小女生 新的感受 新的體驗 那 其實這裡面還是需要 一點點的配件 對不對 需要 有些要浇水啊 甚至要拿膠袋什麼的 都可以 所以其實還是需要 有大人的同 比較適合 其實像這種紙的模型 我會一般建議用白膠 因為白膠塗完之後 它的那個 會消失 OK 但是其他 耶 野帽都對啊 這個對人講 好玩嗎 你覺得最好玩的是什麼 可以敲敲打打 這樣 呵呵呵 對 好像這樣子 OK了 OK了 只要可以敲就好 身杖有點尖尖的 這樣 所以你會準備什麼遊戲 給四歲小孩 我覺得四歲小孩 我覺得四歲小朋友 他們的創意 跟他們想像力 是不一樣的 但是受限於身體 他可能精細度 或者是成熟度 沒那麼好 但是一樣還是用不同的桌遊 來訓練他 然後讓他學習專注 學習創造 等到他不需要靠這個指示板的時候 也許他可以創造出 連我們都想像不到 很好很好 經典創作品 欸搞不好 以後就變成設計師啊 是不是這樣子 當然 我會不會想太多 嗯 嗯 沒有變成宅 對 但是 我要當宅男了 好 歡迎 不是 是打電動的宅男了 好 那我們的遊戲開到這裡囉 那明天呢 明天的八點半 我們一樣開箱 然後一樣抽出一位 最多跟我們互動的朋友 那 我也介紹 我們要送 Jekyll的光畫藝術 光畫藝術 也是適合 媽媽跟小孩一起進行的 那稍微年紀大一點點 玩起來 感覺美感呢 還有他的掌握的方式呢 也完全不同 好 今天的開箱 你喜歡嗎 趕快來告訴我們 你還想看更多的桌遊品 或者是你有什麼東西 是建議 HZ你沒有買這個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我們家玩得很好 如果你有這樣子好玩的東西 趕快跟我分享好嗎 那我們下次見囉 一樣在宅爸這邊開箱嗎 是嗎 是 好歡迎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是故意說 我要來宅爸這邊開箱 然後轉身去玩後面樂稿 好吧 這樣也是一個吸引小朋友的樂趣 這樣 至少你不會吵著想要看電視 或者是打電動的啊 記得喔 現在只要在我們 三文媽科技玩具契樂館打卡 按讚 按讚 還有在Choice的粉絲頁按讚 那就可以來我們這邊 免費試玩一小時喔 兩百多種文具 還有桌遊 我今天帶了三十種下來 所以又加了三十種 快三百了 好 那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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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感谢观看